哈喽 这里是烧饼色彩 本期视频将给大家分享 动物森友会中我遇到的特殊NPC 还有岛屿上居民的几个特殊任务 特殊NPC包括 卖鱼墙 鱼丝亭 龙人 龙克斯 骆驼 骆兰 大头菜 曹麦 狼人 薛格 摄影师 巴猎 幽灵 幽幽 博物馆馆长的妹妹 妇科 还有吉他狗 KK 还有卖衣服的俊儿 和落难鸟旅游 这两个以前介绍过了就不说了 其他的NPC我暂时没有遇到 如果遇到了以后有机会再补充 上面几个NPC除了曹麦 KK以外都是随机出现的 有几个NPC需要剧情到达 一定进度才会随机出现 首先介绍第一个 麦鱼墙 玉丝亭 我遇到他是在我的第12天 他会待到第二天早上5点以前 与他对话他会告诉你 只有通过了他的钓鱼水平测试 才可以把鱼高价卖给他 另外还有一个做原创周边的功能 钓鱼水平测试的内容每天都不一样 我抽到的是连续钓上三条大型鱼 中途不能中断 只要是大型的鱼影都可以 那么鱼鱼是不是也可以 答案是可以 鱼鱼也算大型鱼 这破鱼鱼总是派上点用场了 钓完后找他交任务 之后就可以以1.5倍的价格 卖给他鱼类 价值400的鱼鱼 卖给他显示变成了600 至于原创周边功能 相当于一个做模型的功能 携带三只相同的鱼类 可以做模型 做完的模型第二天会送到邮箱里 我做的是井犁 出来的模型还挺好看的 摆在家里当一个吉祥物 再说第二个 龙克斯 这个NPC和玉死亭差不多 区别就是龙克斯是收购昆虫类 并且你跟他对话的时候 并不需要完成什么测试 直接可以把昆虫 以1.5倍的价格卖给他 我之前在岛屿上 摆了好多大蓝闪截都没有卖掉 这回一次性卖掉赚了不少钱 龙克斯同样可以制作模型 我做了一个大蓝闪截的模型 因为我当时也只有这个可以做了 我也不想做狼猪的模型 不然摆在家里怪圣人的 因为有上述两个NPC 所以有必要囤积价格比较高的昆虫或者鱼类 用装饰的方式囤在岛上先别买 等刷出龙克斯或者玉死亭再批量去买 收益会比较高 还有要注意一点是 这两个NPC不能去好友家里蹭 我去过别人的岛屿上 和龙克斯对话了多次都没有出现出售的选项 再说第三个 骆驼NPC 当骆兰出现在岛上的时候 和他对话发现可以购买地毯 不可思议壁举和地板 币纸和地板都是三千 一天只能买一次 地毯三个型号分别是一千 一千五两千 可以无限购买 买L号地毯送三个兑换权 M号送两个兑换权 S号送一个兑换权 五个兑换权可以和洛兰 继续兑换不可思议壁纸或者地板 一天最高上限是买一换一 最多可以拿到两个不可思议壁纸 和两个不可思议地板 我运气很好 买到了超科技地板 特效很好看 地上会有蓝色的光域流动 再说第四个NPC 草麦 在你的商店建造完成后 每周日早上12点之前 草麦会到你的岛上多售大头菜 买的话最少要买10颗 每个岛屿上的买价都是不同的 运气好的话 你可以低价进口大头菜 在周一到周六可以在商店出售 卖价也是每天不同的 上午下午也会波动 如果你的好友的岛屿上 出现了高价出售价格 就可以跑到他岛上去卖了 但是你如果到下周六 还没有卖出去的话 大头菜就会烂掉 直接白给 所以要卖的话还得趁早 另外改游戏机时间的话 也会涉及到大头菜的腐烂问题 再说第五个NPC 薛格 这个NPC我也是昨天在水友的岛上蹭的 是一只卖鞋子和包的狼 出现地点和之前的隽儿一样 会在广场上居委会门口右边这里出现 所以我猜测这个NPC 应该是在开完服装件之后 才可能随机出现 不然它的出现地点和之前的隽儿重合了 如有不对还请指证 再说第六个 摄影师巴列 在我的进度完成三个岛民居所安置后 的第二天 我在海滩上遇到了巴列 他邀请我到他的岛屿上去玩 乘坐飞机到达巴列的岛屿后 发现这里有个摄影棚 可供装饰和拍照 巴列也会教学摄影棚的使用方法 你就可以和你的岛民们一起合影了 再说第七个NPC 悠悠 晚间段在岛上游荡 有几率会遇到悠悠 上来就喊有鬼 你还吓我我还吓你你还吓我 他会委托你去寻找被吓尿的五个魂魄 魂魄四散在岛屿上 用捕虫网抓齐后找他交任务 他会送你同一类的物品 我的是地板类 然后让你选择还未拥有的东西 还是有点昂贵的东西 这里建议选择还未拥有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游戏到后期 很大一部分的玩法可能就是收集 万一选了昂贵的东西 他给了一个我已经有了 那我不是很亏 而且网传有种说法是 幽灵是不会估价的 有一种判断 悠悠晚上在不在岛屿上的方法 是和岛屿上的居民对话 如果有背后发凉的这种提示 就是有幽灵 再说第八个NPC 傅柯 上期视频有提到过 傅柯在剧情进行到博物馆建成后 夜晚随机会出现 第一次与他对话 他会给你变身棒的DIY手册 而他第二次出现 你再与他对话 他会给你有关星座的手册 现在是白羊座时间 所以第二次给的都是 白羊座木马的DIY手册 在第二次往后就是随机给的 做高达的素材火箭DIY图纸 也是傅柯随机给的 我第三次拿到的是一个 叫星光的图纸 奇怪的是 我第四次遇到他 他居然没有屌我 已经隔天了 也不给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天是我蹭着别人的岛屿上的妹妹 还是不行 再说最后一个NPC 吉他狗KK 在我的主线剧情到达最后几天的时候 一刻告诉我提升岛屿评价 才能邀请KK来岛上唱歌 在评价到达三星以后 KK打电话说要过来 第二天就可以看到KK了 和岛民们一起听KK的歌曲 同时人员表出现 一周目结束完结洒话 最后包裹中还出现了动森主题曲 可以放在唱片机上播放 同时还解锁了岛屿自定义改斗功能 可以去狸猫机上用里程兑换 以后每周六 KK都会在岛上唱歌 唱完也会给唱片 这次我听的歌居然叫辅朗民歌 前面加个多就完美了 最后再来说说 我遇到的两个特殊任务 第一个是寻找遗失物 偶然间你会发现地上掉落的锦囊 随便交给一个岛民 它会提示你正确的施主是谁 交给正确的施主后可以获得奖励 应该是随机的 这个老鼠给了我一个球 第二个是治疗病患 偶然间和岛民对话 会得知某一个岛民生病了 可以在商界买药 然后带给病患岛民 获得随机奖励 这次我拿到的是一个花环 等等 这个花环怎么好像是 办伤势用的那种 给你治病还给我送账 那我就把这花环放在你家门口 等等 你家为什么都是老鼠啊 我也不知道 我家里现在是一对老鼠 一对犀牛 一对猪 非常和谐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赞 这里稍饼塞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